大家好,欢迎收看探秘未知世界,我是杨阳 地球在宇宙面前是渺小的 在浩瀚的宇宙,科学家发现 仅仅是可观测的恒星数量就比地球上所有的杀力数总数还要多 而人类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连登陆月球都那么难 那么,宇宙到底是否如我们看到的那么大 宇宙外面还会有什么呢? 宇宙会一直存在下去吗?宇宙之母到底又是谁? 据科学家研究,宇宙的可视直径已经超过了920亿光年 但是这似乎出现了一个矛盾点 科学家们通过微波辐射计算出来的宇宙的寿命 从大爆炸算起的话,已有139亿年 那为什么宇宙的直径会远远超过宇宙的年龄呢? 这个答案很可能就是宇宙的膨胀速度是超越光速的 如果真是这样,那么速度巨块无比的光 在偌大的宇宙面前真的也不算什么了 那么,这个正在以超越光速膨胀的宇宙会膨胀到什么地步呢? 有人认为,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在高维度世界不断膨胀的三维球体世界 如果用一个比喻可以说,宇宙其实像一个河流中的小泡泡 这个泡泡处在高维度的空间中不断膨胀中 而高维度世界里面或根本没有时间的概念 当膨胀到极点就有可能会被高维空间的压力所毁灭 当然啦,真实情况也许谁也不知道 或许,宇宙的每一次诞生都是一个物理规律完全不同的世界 说到这里,杨阳真的觉得人类实在太渺小 也许我们真的在盲人摸像,宇宙太大,可能超越了我们的想象 好啦,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探命未知世界,我们不见不散哦